哈喽大家好,我是努力在说好普通话的飞扬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北交所的事情 11月15号,万众瞩目的北交所终于上线了 从提出概念到上线交易,一共只经历了75天 这效率堪称神速 在开始当天,一共有81家企业登台亮相 其中70一家属于精选层企业 从新三板平移到了北交所 剩下10家属于新上市公司 大家看这张图,这81家企业的分布也非常有意思 其中最多的江苏有12家 而北京广东分别有11家和10家 单单这三个地区就占了总数的40%左右 这样看起来,这种分布和各种的GDP倒是城镇相关的 南方或者说东部企业明显是要强于北方和西部企业的 而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交通运输限制了西部和北方企业的发展 毕竟制造也都是成批量的东西 靠海运的价格要比陆运或者空运便宜很多 所以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要明显多于其他地方 但是有意思的是,上海和浙江上榜的企业都只有三家 甚至少于安徽和四川 这种现象就很值得玩味了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上海和浙江的经济不完全依赖高新制造业 咱们国家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定位 比如上海就是中国的老牌进入中心 而浙江是新兴的互联网产业基地 虽然两个地方也有制造业 但是比较偏虚拟经济和服务业 而江苏、北京、广东、山东这些地方 就比较偏重于发展制造业 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重点区域 这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辅相成 但制造业是国之根本 当然非常重要 想要实现产业升级 没有资金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 实体企业有着天生的劣势 那就需要大量的固定成本 而且无法快速扩张 这有着明确的收入上限 所以各路资本都不太喜欢借钱给实体企业 因为赚钱太慢了 所以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 要么定向增发 要么用当铺思想靠抵押融资 如今北交所的书线定位就非常清晰了 主要给中小型、创新型企业融资 用现在流行的话叫做专金特新 也就是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可能有人就一直搞不清楚 北交所跟创业版以及科创版到底有啥区别 其实当初这两个板块上线的时候也是定位创新型中小企业 那么现在反复搞是不是有点重复了 当然不会 现在网上有一个挺有趣的段子 说优等生上护生 中等生上创业版 差生在科创版而干过线的北交所 这个解释是不是比官方的更清晰明了了 其实还有一个更直白的解释 前面的号练废了 所以重开小号重金打造 没错 北交所就是这个小号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寄托在他身上的 那么为什么说前面几个大号已经练废了呢 因为上市企业做大货难免去搞金融炒概念 因此如何让专金特新的小企业也能在资本市场 在巨头面前分到一杯羹 这才是北交所存在的意义 我们看一下在护生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企业名单就知道了 那些排的上号的巨无霸企业 要么是虚拟经济 要么是服务业 要么是没有多少科技含量的制造业 像银行 保险 房地产 互联网 白酒 可以说中国能够拿出去比赛的企业 大部分都在上述板块里 但这些偏服务型缺少科技含量的企业 无法给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正面的激励作用 要知道社会整体的财富增长 只有通过生产和制造 如果人人都想着用钱滚钱 那么社会的整体财富就会停止增长 变成一个零和游戏 因为虚拟经济无法创造财富 只能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 甚至会转移财富 因此 当上述行业市值越大 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贫富差距变大 财富集中度变高 最终形成垄断 像互联网就属于高度垄断的行业 排名前几的互联网公司 几乎垄断了互联网行业80%的市值 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并不意味着让剩下的人变得更穷 这显然是有备于共同富裕的重要纲领的 抛开共同富裕 单从资金方面考虑 资金的流向也十分符合 马太效应的规律 好的越好 差的越差 当虚拟经济占据了融资环境的大头 大量的资金会被虚拟经济吸收 从而严重压缩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 因为钱来的太容易 所以搞互联网的去放高利贷 搞房地产的囤地炒房 各种无序扩张的行为 严重透支着人们的生存空间 相反 实体经济因为没有靠谱的融资渠道 无法砸钱搞科研 就只能靠山寨打点擦边球 或者是给别人苦哈哈的代工为生 正所谓一流企业做标准 二流企业做品牌 三流企业做产品 但是做标准做品牌是需要投入巨量的资源的 如果我们的实体企业没有资金的支持 就只能沦为三流企业赚掉加工费 而那些真正的大型科技公司 比如高通苹果之类 他们只要输出标准或者专利 就能赚到绝大部分的利润 所以看上去我们的GDP总量到了世界第二 好像还不错 但背后真相是我们以透支人口红利 和牺牲环境为代价 给欧美发达国家代工 然后赚了点辛苦钱 但是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快要结束了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有必要尽快做出改变了 而只有搞产业升级才是唯一的出路 而建立北交所就是产业升级中最重要的一环 它只针对创新型制造业开放 明确禁止金融房地产产能扩盛行业 淘汰类行业 学前教育学科类培训等企业在北交所上市 北交所的存在就是给这些专进特新企业做一个融资渠道 允许生命周期上属于年轻阶段的公司获得融资便利 而不仅仅是针对盈利稳定的成熟体公司 这些创新型制造业才是真正可以给国家创造财富的企业 不算是财富转移而是共同富裕 虽然这个渠道才刚刚开始 但不要忘记它承载着整个中国的希望 这意味着国家汇出重金打造装备引流资金 所以北交所被放在了北京可以想象到 高层是想把北交所打造成中国版的纳斯达克 1971年2月纳斯达克建立指数为100点 而到了2021年11月纳指为16000点 40年翻了160倍 英特尔 苹果等科技企业 也在纳斯达克友好的融资环境下突飞猛进 想来北交所也有这样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 一个符合经济规律又有政策大力支持的交易中心 完全没有理由不看好它的发展 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北交所用的是注册制上市 这意味着上市只是一个开始 融资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绝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审核制 上市就成了终点 上市几十倍的溢价 公司 券商 银行 各种机构都来分一杯羹 最后公司被套空 大家套现走 让股民们接盘一地韭菜 因此北交所要不要参与 一定要去 但不要着急 因为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人或者机构 用炒A股的手法 继续在北交所里兴风作浪 俗称割韭菜 不过这是短期来看 如果时间先拉长到五年甚至十年 你今天投入的每一分钱都将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如同2008年的房地产 好了 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